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简单 剧情也很平淡 他讲述的是一个和尚因为自己庙里的佛像坍塌 从而开启了修佛之路 这个庙是怎样的呢? 他在一个鸟不拉屎的贫穷农村里 村里的人大多以杀羊为生 他没有旺盛的香火 佛像是泥肃的且已破就不堪 基本上只靠和尚一人供奉着 冷冷清清 香火的拍摄地在山西落后且偏远的地区 2003年正处于改开初期 当时的中国种种现实 让基层虎口谋生的人们处于困境泥潭 坎坷前行 有多贫穷落后 影片呈现得淋漓尽致 学校是村里的一个泥房 村里的学生上课基本没有课本 而且只有一个村里的女教师 土地贫瘠 天气寒冷 环境恶劣 想种植都无法生长 如果不倦养羊去卖 就无法维持生计 所以整个影片都充满了黄土的黄色 白雪的白色 煤炭的黑色 砖瓦的蓝色 灰冷单调枯燥缺乏生机 人在那样的环境下生存着实不易 何况是我们这种小人物 所以当和尚的佛像坍塌时 他是绝望的 也是急切地想方设法尽快去修好佛像的 为什么 他说 因为村里的人以沙阳为生 所以应该有座庙 而且庙没了 仅有的那点香火钱也没了 自己怎么生活 这也是电影中最引大众争议的地方 一个出家人不宜解脱 立众为目的 竟把出家当作一份职业 说好的上求佛道 下话众生呢 一个和尚不好好念佛诵经 老惦记着那点香火钱 说好的色不易空 空不易色呢 所以末法时代 面对宗教界各种层出不穷的乱象 世人对宗教的刻板印象越来越深 那么为了修建佛像 和尚做了哪些事呢 他先是进城来到了宗教科 希望镇政府能拨出资金来帮助修建 可得到的回复是财政紧张 无能为力 踢皮球让他去找文物科的人解决 但后进来的一位基督教女代表 却得到了款待 并答应出资扩张基督教教堂 为什么 因为他带来了礼物 当和尚来到文物科时 科长正在排练一出戏 他是极不耐烦地去接待和尚的 所以得知和尚的来由时 他直接告诉和尚 这不归我管 你应该去宗教科呀 想要钱吗 拿文物来换 直接把球踢了回去 讽刺吗 换了是你 会如何做 得不到政府的支持 和尚决定二次进城来找开发廊的二表哥 因为听别人说他生意做得不错 当他满怀希望到来时 二表哥却让他还俗 直接来发廊帮忙吧 这样就不用这么寒酸了 可和尚拒绝并离开了 和尚对这样的出手相助而拒绝 不止一次 当多次碰壁后 无奈地他找到了同样出家的大师兄 不同的是大师兄的庙在城里 寺庙很大 香火很旺盛 旺盛到这位主持都能够买上一辆摩托车了 和尚的目的不就是想要香火吗 不就是想要生存吗 如果拒绝表哥是因为要还俗 那么他无论如何都不该拒绝这位大师兄的相助 当他提出借三千元时 主持师兄却提出了一个极具诱惑力的建议 放弃那小破庙 加入这座寺庙与自己一起打理 并答应给和尚骨粪与分红 答应师兄 不仅解决了囊中羞涩的问题 而且不用还俗 甚至可以受到更多人的敬仰 更好地实现弘法力生的愿景啊 怎么看都是最优解 最佳选择 但他同样选择了放弃 宁愿守着自己那没有香火的破庙 都不愿意答应别人的雪中送炭 何苦呢 一次次地求助 借钱失败后 和尚决定不再求人 要靠自己的努力 于是他再次进城 这次他开始去画园 好不容易画到了一千五百多元 眼看着佛像的修建 只有一步之遥了 希望的香火越来越近 但命运却再次和他开了个玩笑 一位路过的警察 以非法集资的名义 把他给抓了 而且没收了全部资金 好在 被关进看守所的他 遇到了三个卖淫被抓的女人 得知和尚想要修佛像 他们决定为他筹钱 可是 和尚还是拒绝了 这样的一次次的放弃 让我很费解 装什么清高 自己的目的本就不纯 又没有外人来审判你 而且佛门中 有身安则到龙的说法 在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下 稳定的道场与物质保障 能让修行人更安心地修道 没有钱怎么办 继续想办法 于是 他模仿路边算命占卜的盲人 买了几本神预测的书 开了一个佛眼看世界的摊位 没想到生意还不错 为了达到目的 他不择手段 连坑蒙拐骗都用上了 一个不懂业的人 如何去承担别人的业力 一个不懂命的人 如何去看别人的一生 所以 让众多观众拍手称快的 现实报马上来了 好不容易赚了点钱 却被街上的流氓痛打一顿 抢光了所有的钱 做什么坏事 因果报应如影随形 经历了一次次的被拒绝 被讽刺 被没收 被抢抢 和尚陷入了无尽的绝望与迷茫 坚守村里的人是杀羊的 需要一座庙来引导有错吗 这一念难道不是力重的慈悲心吗 这一路的求难道不是修行的路吗 难道天天坐在庙里诵经 念佛才是唯一的修习路径 多向修行路上的我 为了某个名为善举的目的 一次次努力 又伴随着一生生的质疑与挫折 为了让别人也能走上这条道路 一次次的说教 又一次次地被驳回 多向追寻梦想路上的我们 为了理想 九九六没所谓 背锅无所谓 被误解被嘲笑也无所谓 可好像无论你再怎么努力 现实中还是有太多的阻碍 语意想不到 让那个梦越来越遥不可及 但是他眼中的迷茫 让我看见了自己的迷茫 他看向火光的那双眼眸 让我不禁反问 我们究竟在执着什么 六祖谈经 外离相为禅 内不乱为定 难道修建佛像 拥有寺庙不是一种像 这一路的外求不是一种执着 但是人呢 往往容易把执着 当成一种梦想的追求 坚信自己的努力 是为了抵达理想的彼岸 正所谓不撞南墙不回头 所以哪怕摆折 但和尚依然不饶 也正是这样 他再次用身份的方便 获得了三千元 回家的路上 他碰到了一个老伯 这位大叔想要请和尚 去看一位久病不起的老太太 这位老太太已经看了医生 请了几个大师 花了很多钱 但依然不见其色 来到病人家里的和尚 拿出了一尊小佛像 说出了缘由后 交给了老太太的丈夫 他也如愿以偿得到了三千元的回报 他的佛像也终于修建好了 你以为这就是终点吗 不 当和尚以为终于走完了九九八十一难时 却收到一个让他震惊的消息 因为发展 村子一带被政府征地用于修建公路 而这意味着和尚刚修建好的佛像 连同他的庙都要被拆了 宁号真的是太秀了 在影片的结尾给出了一个让人浮想连天 争议无限的开放式结尾 达摩祖师破相论 论曰 若负有人至求佛道者 当修合法最为省要 达曰 为观心意法 总设诸法 最为省要 如果说佛像坍塌的那一刻 是敲醒执着的开始 那么这个差就是直接破掉你 我 他的执念 他的什么执念 为了拥有自己的庙 修建佛像延续香火 用尽了各种手段 并认为只有这才能减轻村民的杀业 你我的什么执念 为了达成一件事情 一个目的 为了能创一次业 能成一个家 不也想方设法 妾而不舍吗 所以 修好佛像就是取真经之路吗 不 一个差字 才是真正叩问和尚信仰的开始 佛到底在哪里 这一叩问 也是在问每一个路上的你我 影片结尾处 广播传出的佛音萦绕着整个村庄 你看见的是和尚的迷茫 还是自己的何去何从 而我 在修行多年后 在宁号的香火里 再次看见了自己的拐点 从来没有一种梦想会抵达终点 从来没有一处香火需要向外寻觅 也从来没有一种信仰会因为佛像的存在与否而被终结 它不过是点醒世人的契机 让你我破外相的职 回归内在本字具足的圆满 好了 本期影片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